小年人都沒什麼路用 要這麼好賺 劈頭直接對著年輕人開炮 影片中就會穿著吊嘎 頭戴工地帽的老兄 很多話不吐不快 連豬泡系數現在太多年輕人 妄想高興 卻又吃不了苦的心態 讓這位老師父很感慨 還有一個貼賓 最初一般的美國 我們買保理大人的廟 我看他們都有你們 我自由會給你去買 你們都會躲在那裡睡 還有什麼酒水很辛苦 影片一波瓦 立刻引起網友討論 有人抱著質疑態度 認為有點言過其實 但絕大多數的網友 卻心有戚戚 連工地老闆也有話說 兩分鐘不到影片 儘管影片主角看得出 不是真實工人 但用苦手又帶點諷刺的手法 也不禁發人省思 現在的年輕人 難道真的那樣不堪一擊 我們這裏不說好賺的 我們只用樓你換來 你不要亂 剪成紫芬炎靜宇 開會報道